中共的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很浪漫 选在情人节开通了自己的推特 还图文并茂用英文写下对春天的期待 并引起包括《环球时报》及《国际》的注目 难道就因为是第一位用推特的发言人 还是因为管被中共网民公围向关之林 原来大家最问号的都在于他如何翻墙的 而且更让世人赞叹的是才在开通后四天 他竟在一篇呼吁习近平下台的文章按赞 直到被发现的正式画面传遍海内外 华大妈才突然将所有按赞的记录消除 这么狂的举动背后相信动机必不单纯啊 不要关注 中国共产党不懂 人民称魂 不得好 虽然目前中共派驻各国的外交官 已有30名在民主国家使用推特并不奇怪 但在墙内使用推特的中共官员 华大妈确实是抢了头乡的第一人 或许原本用途是作为官方级的大外宣 但对于墙内广大手法的子民可难以认同 纷纷抗议表示翻墙既是违法就该彻查 不然只能认分的体会了什么叫一国两制 当舆论纷纷的直一声正开始在热头时 他在悄然按了民运人士倒习文章的赞 可才叫惊天动地的开了习皇帝一大枪 对于账号经证实的中共发言人而言 可能只剩手残划错的理由能勉强豁命 但这也透露出党内反习势力暗藏波刀 包括了江派的环石也开靠当局抗议失职 难怪就连华大妈的推特海外公开没几天 中共外交部也跟进在油管成立频道 并透过华春莹分享积极建立官方大外宣 企图转移各界对武汉肺炎之一的焦点 但整预盖民章的手法却也打了自己的脸 反而让身在集权下的人民悲从中来 发现原来中共的法律只专门用在百姓身上 那深受言论地狱之害的疫情又能相信谁呢 你们在担心什么 你们在害怕什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